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 今天全世界的媒体目光都集中在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下午够忙的连续搞了两场重要活动 核心议题都是乌克兰 首先他搞了一个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 在安全会议结束以后又发表了电视讲话 其中的核心议题就是顿巴斯 普京已经签署了承认顿尼兹克和卢干斯克两个分离地区 为独立国家的这样一个文件 并且对北约对俄罗斯的安全提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指控 他说一旦乌克兰加入了北约 将会对俄罗斯形成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 他甚至还说据他所知 乌克兰已经开始研发核武器 那一旦这个事情有进展 那当然俄罗斯就会面临一个灭点之灾 那普京为了向外界展示 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力量的这个决定 是人民的呼声 是整个俄罗斯体系的呼声 他演了一出双簧 他说为了听到真实的意见表达 他和所有当天来参加这个俄罗斯国家安全会的人员 都没有就当天的议题进行过实现沟通 现在大家都是来表达他们真实情感的 但是就跟中国召开两会一样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管开什么会都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保持一致的大会 四十二的大会 这里面明觉云集 有谁呢 有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 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颜威科 俄罗斯的总理米书斯京 安全会议的秘书 俄罗斯的外长 房长 还有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的俄方代表 还有安全局的局长 对外情报局的局长都参加了 这些人一致表示 我们应该承认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势力 其中有一位好像是都外情报局的局长 在表述的时候 语言不详 不清楚 不干脆 不利索 不明确 在现场就遭到了普京的严厉的斥责 那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说 一方面 乌克兰加入北约 确实会对俄罗斯造成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 另外一方面 还要算乌克兰不履约 不守诚信的这个账 为啥 他们说乌克兰在西方国家的纵容下 拒不执行明斯克协议 还在对尼兹克和卢干斯克接触线附近 集结了包括坦克战内的重型武器 以及5.93万名士兵 那么这里面的美东这个乌东地区 刚才提到的敦尼斯克和卢干斯克 有很多的人已经拿到了俄罗斯的护照 这个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那进入这个地区 总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既然俄罗斯给这个地区的居民颁发了护照 那这些人从俄罗斯的法律上来讲 就是俄罗斯的公民 那为了免遭乌克兰当权者 对这个地区 对于乌克兰人的迫害 甚至是打击 他们有义务保护这些人 那当然就要进入这些区域了 现在承认这些地方的民间武装 只是普京打这个牌的第一步 这些民间武装也已经熟练的和普京演了双簧 他们也说我们这样 这个乌克兰国家的军队 老是我们这发炮弹 炸了不少人炸了不少村庄 你看现在俄罗斯不出手不行了 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了受害者 那如果我们把镜头再往回拉一点 把这个背景交代清楚 普京在去年2021年的12月就警告 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就触犯了俄方所谓的红线 2021年12月 俄罗斯外交部还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就安全保障问题进行谈话 那要求美国北约承诺不再东扩 这些都被美国和北约悍然拒绝 那明斯克协议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2014年4月 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爆发了乌克兰政府军和民间武装之间的大规模冲突 经过多方协调 包括俄罗斯 包括乌克兰 包括欧安会 这些一起来协调 冲突双方于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在明斯克达成了停火协议 确定了停火的分界线 真的以后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得到了控制 但是小规模的交火事件仍然是有发生 另外双方对谈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在乌克兰东部的那些以讲俄语为主 甚至拿到了俄罗斯护照的那些人 乌克兰政府怎么对待他们 是不是应该给他们一定程度上的自治 这些话题双方都互相指责 对方没有履行承诺 终于发展到了今天 那就是俄罗斯在乌东边境地区积极了重兵 大有入侵之势 而且在今天 俄罗斯的领导人悍然宣布承认 乌东地区分离主义武装搞的所谓政权 那这世纪上已经成了变相的宣战 因为啥 乌克兰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也是一个大国 几千万人口 也是一个合法政权 你俄罗斯在这里悍然宣布 在人家国家闹事那些人 说他们合理合法 有权利要求独立 俄罗斯承认他们 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 他的领土完整 国家安全 恐怕都能以得到保证 当然乌东地区的形势 确实很复杂 但是任何事情 用相关的比喻 相关的类比来形容的话 就更好理解 那比如说今天 就像如果沿用普京的理由 普京说什么呢 说乌克兰 从历史上文化上 一直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所以他有权限的要回来 但如果这样的话 那中国是不是有权 把弗拉底尔斯托克 所谓的海参丸给要回来呢 海参丸自古以来 他就是中国的领土 只是到后来 在清朝的时候 打了那一仗 最后搁过去了 那你能要回来吗 要不回来 所以历史上 自古以来 就是谁谁谁的领土 并不能成为 要把这个领土 要回来的一个充分条件 连个像样的理由都算不上 那今天 那如果 这条能成立的话 那东突主义分子 那比如说土耳其 那能承认在新疆内部 搞恐怖主义的个别团体 和个别人士吗 承认那个政权 如果有的话 那这样的话 岂不是天下大乱 如果用这样的理由 历史上就是怎么怎么样 所以现在就要怎么怎么样 那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自保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变得非常头大 那普京在电话讲话里面 确实体现出了 前几天有些媒体所提醒的 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经过这两年的疫情 尤其是这些年的国际关系 确实发生了很多复杂的 突如其来的变化 这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个性 以及看事情的角度 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你一方面可以把它理解为 那是雄才大略运筹帽幄 把乌克兰东部拿回来 甚至把整个乌克兰都拿回来 这都是俄罗斯伟大复兴的一部分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也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年龄大了 经过疫情的影响以后 他的个人的认知能力 看事情的角度都发生了明显的偏差 我看有个漫画还写 说原来他对一个问题能看到360度 现在只能看到60度 就不错了 那今天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视讲话里面 确实有一些令人听了以后 心里不太踏实 不像一个 这已经是2022年的世界 这样一个大国的领导人 所看问题的这个角度 尤其是他要采取这样一个代价 可能要千千万万人 人头落地 要不知道多少人要流离失所 要家破人亡 他的理由是 当年他说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慷慨 给这些共和国离开的权利 就是说当年苏联解体 我为什么要让乌克兰这些人离开 他本来就是我的一部分 他甚至说 俄罗斯 从历史上一直是乌克兰 可以说他的缔造者 你看 他甚至在演讲里面提到了列宁的名字 列宁给了你们这 给了你们那 你们一度是列宁的 那意思就是说 当年是列宁的 现在就应该是普京的 那关于外部世界的反应 我估计今天晚上 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当天 最晚到明天早上 西方社会 尤其是美国 联合欧洲 对欧罗斯的制裁 就应该拿出了一个出稿来了 那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拜登正在接见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就具体的一些实施的细则 在进行进一步的磋商 同时克里姆林公也说 普京已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以及德国总理肖尔茨 之间通话了 这两位对 普京发表以上的讲话 对他想采取的措施来解决乌冬问题 表示失望 但是他们说也愿意继续保持接触 那当然了这都是客套化了 保持接触 所以世界真的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在股市上已经体现出来 俄罗斯的股市一下就跌了百分之十几 美元开始走强 俄罗斯人民 以及俄罗斯的这些工商业者 各行各业都要承受一个巨大的打击 因为西方这一次会下狠手 为什么 这在当今的世界 还能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 去用武装的手段 悍然吃掉一个主权国家 一个合法的一个领土 那这个开这个头以后 可以说不光国家不国 世界也不成其为原来的世界 那联合国还要你干嘛 是不是 俄罗斯中国在这个事情上穿一条裤子 当然这两天 习近平有点后悔 因为啥 在这么一个问题上得罪整个西方 让西方对他们的看法 以及对他们的制裁进行加码 这个事情有点不值 所以王毅已经反悔了 说我们支持乌克兰 同时也提出来要求北约要慎重考虑 是不是就别动扩了 那俄罗斯西方都拒绝了 那何好你中国提这事 那更就没有什么理由 也更没有实力来讨论计划这个事情 那么普京这个动作 是对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 尤其是以联合国这样的多边机构 作为冲突调停机制的这样一种做法 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威胁 如果这个理由成立 这个做法成立 说实话 中共在将来的很多事情上 在联合国这个范围内 在很多的国际语境里 也难对外 随缘其说 很简单 如果普京这么干可以 那你新疆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多数的局面 但问题就在于 很多这种所谓的英雄豪杰 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像普京这种人 他们认为自己以一级之力 能够改变历史 那会不会这么发生 我们这一两天会有很多的新闻出来 我们会继续的关注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从今天开始 按照何老板的指示 我们的节目 做一些小小的改动 那就是把话题做成多个 每个单成一集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集 在下集里面 我会跟大家讨论 难道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 有想从这个国家分离出去的势力 就必须通过造反 通过打仗 通过无休无止的暴力冲突吗 未必 我们隔壁的加拿大 人家就不是这么处理的 而且处理的非常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民主和平的氛围内 怎么搞独立 那另外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 对昨天所做的那期 有关彭丽媛女士的节目 做出一定的补充和澄清 那我们发现的查证的结果是 关于彭丽媛女士 曾经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女童和教育权力特使的 这样一个表述 在百度百科确实已经删除了 但是在维基百科 英文没有提及 中文仍然保留了以上这个说法 所以我们昨天的节目表述不太准确 在这里做一个更新和说明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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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